京原路漫水桥 因为它的地势比较低 昨天下午的时候 水位最高的时候 洪水倒灌 一直漫过我们舍后这条路 一直到十字路口 昨天晚上我们是十点多钟 接到的命令 十一点钟左右 开始强行救援 我们接到的命令是 在柳定河汉 京原路口 架住一个堤坝 目前架住的有近 五十米长 八米宽三米高 目的就是防止 洪风来临的时候再次 发生洪水倒灌的现象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有水印就是今天 中午的洪风 在我们目前的这个作业的情况下 就完全挡住了 但是据有关部门介绍 还会有上游 继续泄洪 不定时的泄洪 所以说我们这个 抢险作业 还要继续持续 把这里全部填满 目前呢我们作业的 搬运沙袋 应该是有 一万五千到一万六千个 要完成整个工程呢 两万多个 所以说我们这个 出动了这二百名官兵 一直是在连转转 到目前为止 已经是持续作业的 十七八个小时了